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是美中时间,21年12月13日,下午4点33分,股市刚刚收盘。 今天呢,可以说是三大股指的都是齐跌的啊,道指下跌0.89%,纳指下跌1.39%,标普500也下跌0.91%。 这个主要是因为全球主要央行的本周将发布政策决议,投资者采取观望的态度, 市场亦持续关注Omicron病毒带来的挑战,美股周一呢,轻微低开后,估压持续,截至收盘的时候, 道指收跌320点,纳指标普500分别收跌了1.39%和0.91%,盘面上出行概念股,汽油股,中概股,在线教育股普跌, 部分的抗疫概念股呢,逆势走高,各股方面呢,Biotech收涨7.97%,AMC院线收跌15.31%, 有道收跌13.17%,Tesla收跌4.98%, 美股各类资产ETF呢,涨跌各异了,恐慌指数呢,做多是收涨4.1%, 美股行业的ETF是普遍收跌的,只有医疗行业和公共事业行业,以及日用消费品行业收涨, 其他都是普遍的,然后最主要是一个是加息的加速减码和预测,预告加息了, 美联储呢,可能上演了历史上罕见的鹰派转变,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官员本周将加快收缩购债的步伐,并发出2022年加息的信号, 在1980年代以来最强通胀面前上演历史性的政策转变,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预计明年加息两次, 利率货币市场、期货市场的压注到明年年底加息约66个基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11月30日对议员们表示,考虑加快减码进程, 比原计划呢,2022年中呢,提前几个月结束可能是合适的。 高级经济学家Laura Rensner也表示呢,这将是点阵图历史上最大的银派转变。 荷兰合作银行策略是Philip Murray表示,减码进程成了一个制走, 阻止美联储对于高于期待且持续的通胀做出反应, 因此他们可能加倍减码步伐,以创造最早在三月加息的可能性。 超半数的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公共市场委员会将从1月开始加倍减码, 每月降低300亿美元,到3月呢,结束购债的行动。 另外,经济研究主管David Wilkos也预计决策者将在2022年加息两次, 2023年加息三次,2024年再加息两次,使得利率达到1.9%。 这意味着利率路径可能与FOMC9月的预测更为陡峭了, 这一轨迹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测,他们认为2024年利率将达到2%。 所以我们想想现在这个通胀的是6.48%,咱们上次看是吧,6的这个通胀, 它利率2%是相当于还有4%是我们利率没有cover的这个通胀了, 也就是说钱存到银行是每年会贬值4%,即使加完息之后, 所以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呢,怎么说呢,也挺难的吧, 投到股市的话呢,股市跌,投到这个,因为现在有加息的预期嘛, 所以股市这些资产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嘛,会跌。 如果要不投吧,不投资的话,放在银行的话呢, 是干看着它贬值啊,所以也挺,真是进退两难啊。 然后West Union Business Solution的高级分析师呢, 周恩他也表示了,市场已经消化了, 美联储将在第一季结束缩减购债的预期, 并预计美联储将在初夏前坚定的提出加息, 美元是否还有攀升的余地, 可能取决于美联储预计明年加息多少次。 如果美联储发出对通胀上升几乎没有容忍住的这种信号呢, 就会发出响亮的鹰派基调,并可能让美元继续上行。 所以这是让美国通胀上行势头,这么一种情况了。 再有呢,今天国债的这个收高, 所以这个股市承压呢,引发了这种避险的需求了。 就是说,国债要比我们这个好。 我们看今天啊, 普洱街呢,周一这个股市是收低的了, 嘉年华和几家航空公司不加计错, 主要是担心Omicron的变种, 北联储呢,本周稍晚将召开会议。 虽然目前下阶段, 但是标普版这个指数今年的迄今为止呢, 仍然是上涨了约24%, 还是涨幅非常不小的,可以说。 苹果今天下跌2.1%, 尽管模空大通将其目标价上调至华尔街最高水平, 苹果呢,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的公司。 苹果一直在突错, 不知道咱们这Tesla什么时候能够涨上去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收盘的情况, 罗素也是跌了1.46%。 这个我倒是不太怎么说呀, 目前的话呢, 大家呢投资呢, 要非常小心, 有钱的话呢, 尽量要在真正出现见底信号的时候呢, 再投入再说购买。 如果没有钱的话, 或者说已经是把钱都已经投到股票当中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就尽量减少这种骚操作啊, 就是不动, 反而是以不动至万动, 以不动, 以静之动啊, 反而是最好的选择我认为, 它这个跌下去之后的话呢, 当然也会有可能产生那种长期一跌, 跌两三年的这种熊市了, 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考虑到80年的时候呢, 实际上已经上演了一次长达两年长的这么一个熊市, 当时也是因为美联储的话呢, 倒不是加息, 它是一直在减息, 而且呢, 也是在这种情况, 也是相当于是大放水嘛, 所以也出现过那种经济的萧条, 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 目前会不会出现这种类似的历史的重演啊, 为了出现这种重演的话呢, 我们很可能这一波跌下去的话呢, 尤其在考虑到明年这个加息开始的时候, 毕竟是要熊市开始了啊, 到时候这种跌的话一跌跌上它个两三年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我建议现在如果手中有钱的朋友, 闲钱的朋友尽量还是不要入股市了, 哪怕咱们让它通胀一下的话呢, 也比入股市泡汤的比较强, 但是已经像我这种已经加仓, 加得很满的这种人, 那也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说是期待着以时间换空间, 然后让它自己慢慢涨上来了, 至于大家说做空美股的话呢, 我觉得风险太大了, 做空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要是美股时不时的来一下反弹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做空的朋友的话呢, 心跳实在是经常玩这种刺激啊, 心脏实在是受不了, 小心脏受不了, 所以我建议还是不要做空, 你可以做一下什么呢, 比较好的就cover了, 这种就下跌的行情当中的话呢, 最起码赚一下这个权力金, 是比较稳妥的, 所以是这么一点个人的观点嘛, 然后其他的罗素啦, 今天看这个标普啦, 基本上都是看日线图看见没有, 都是要往下走的这个趋势了, 所以它这几天跌是非常正常的, 可以说医疗之中吧, 没什么情理之中的也是啊, 纳指您看这个日线图基本上都在高位往下走的, 所以它再往下走是很利索当然的,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很有可能是这种高位震荡调整的状态, 当然如果要是说美联储就, 就是15号这个议席会议出现结束之后的话呢, 如果要是说利空出见, 或者说跌的这个, 因为跌最好的利好就是就是这个跌的很多嘛, 最大的利空就是长得太高对吧, 如果要是利空出见的话呢, 也许它可能会有一波反弹啊, 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要是趁这种情况下呢, 我建议高位的话呢, 如果反弹上去了高位的话呢, 大家能减持一下还是要减持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明年考虑到这个加息开始之后呢, 熊市是必然的, 我认为至少是80%或八九十的可能性都会是熊市的, 而且这个熊市秩序它能持续多久还不太好说啊, 我认为如果要是真正出现80年代的那种熊市的话呢, 很有可能一持续就持续的是两三年的这个熊市啊, 到那时候我们可能这近十年代投资的朋友们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大家心里总觉得这个股市会熊短牛长嘛, 但如果要是真的我们出现, 大家如果要是玩过A股可能知道啊, 如果出现那种长期的熊市的话呢, 这种阴跌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打击这个信心心, 自信心的啊, 然后所以我建议如果要是能高位减持的话呢, 还是高位减持吧, 因为就是怕它出现熊市嘛, 而且这个加息如果要是提前的话, 这个缩减Taper加快的话呢, 明年三月份如果开始出现加息的话呢, 很可能那个熊市就很快就到来了, 所以能冲这几个月能跑, 能跑跑呢就要逃跑, 但如果要是做ETF的话呢, 我认为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即使不跑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早晚会涨上级月, 我们就期待是以时间换空间啊, 最后涨到它的真正的股市的这个估值水平, 或者涨到它本身这个值的这个价格了, 对于这个利好的股票的话呢, 比如说Tesla啦, 或者是亚马逊谷歌啦这一类的, 就是比较强势的这种股票, 或者说大型科技股, 而且有业绩的这种科技股的话呢, 我认为不用担心, 这个股票的话呢早晚会涨上去的, 所以如果逢低的话呢, 还是买入了一个不错的位点, 但目前我觉得不要着急了, 等它这一期会议出来再说吧, 今天英伟达也是跌了6.75%啊, 到281, 我上次跟朋友们说, 它这个很可能会跌到240左右,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入仓位置啊, 朋友们有时候觉得, 我这是胡说八脸, 觉得它应该是涨到就是300, 或者一直往前涨, 但我认为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 它就是涨多, 就是涨得太多了, 必然就对它来说是一个利空, 而且目前的话呢, 它这个股价呢, 它这个盈利呢, 确实也撑不起这个股价, 它的盈利的话, 估值的话就是189到213, 就是它的合理的估值区域, 所以它这个到240左右进场, 我觉得都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了, 符合它这个财报预期来说, 230到253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买入的基点啊, 如果像这么高280多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我手里有的话, 我可以不管它, 但是因为我确实也持仓有它, 我可以不管它, 但是如果要让我在这时候加仓, 我是不会加仓的, 我要等它再下来, 最起码250左右, 或者是230, 甚至可能更低一点200块钱左右, 我那会才是我一个, 值得我去加仓的一个位点, 看见没有, 月线非常的高, 刚刚走过一波上升的行情,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等, 没有说只涨不跌的股票,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个美女不回头啊, 美女是肯定回头的, 只不过就是当她回头的时候, 您是否还有信心, 一定要这时候牵上她的手, 跟她走一程啊, 这是大家要好好思量一下的事情, 好了, 这个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点击订阅, 留言分享, 转发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咱们下次再见,